哈囉 大家好 我是Snowkey 又到了本週化妝小講堂的時間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的話 記得趕快按訂閱喔 這樣才不會錯過每週上新片的時間 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畫眼線的困擾 要嘛就是把眼線畫太粗 看起來非常兇 不然就是把眼線畫太長 看起來很倒楣 所以我們今天化妝小講堂的主題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三個輕鬆畫眼線的小撇步 首先第一個就是從眼睛的中間開始畫眼線 很多人習慣是從眼頭開始畫到眼尾 或者是從眼尾先下手往回畫 可是當你的技術還不是那麼純熟的時候 你很容易不小心在眼頭或是眼尾就已經畫太粗 或者是位置畫錯 導致你整個眼妝都容易髒髒的 所以這種時候我建議大家可以從眼睛的中間開始下筆 當你從中間開始下筆往後畫或者是往回畫的時候 比較熟悉手感已經抓住了 你再來畫比較細的部分像是眼頭或是眼尾的勾勒 都會比較不容易出錯喔 第二個小撇步是 在眼尾貼膠帶 現在拉長眼線仍然是非常的流行 可是當我們技巧不是那麼純熟的時候 很容易不知道該畫到哪裡去 一不小心畫太高變成畫木蘭 這種時候其實你只要一個非常容易取得的小工具 你就可以輕鬆掌握拉長的眼線喔 拿出一捲醫療用的透氣膠帶 剪一小段輕輕貼在眼尾 貼出你想要畫的角度 然後順著畫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簡單呢 如果你今天真的很新手 但是又很想拉眼線的話 你甚至可以上下各貼一張膠帶 夾出你想要畫的角度 然後輕鬆把它填滿就可以囉 第三個小撇步就是 萬能的棉花吧 很多人跟我講說他畫不好眼線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手不穩 沒有辦法畫出一條漂亮的眼線 其實你一點都不用擔心這個 不過就是眼線而已嘛 你沒有辦法一次畫出一條非常漂亮的眼線 那又怎麼樣呢 大家都是從新手過來的 即使你沒有辦法一次畫出非常漂亮的眼線 也完全沒有關係 你只需要拿出棉花棒沾卸妝液或者乳液也可以 輕輕的把畫錯的地方滾掉就可以了 但擦掉之後不要忘記再補上遮瑕膏喔 不嘗試跟大家分享完三個小撇步之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每次分享的小技巧都非常簡單 只是可能以前沒有想到而已 其實大家真的不用把畫妝想的太複雜 有時候可能只是用了不對的產品 或者是用了不適合自己的畫法而已 以後下手之前多想三秒鐘 畫起妝來會順手很多喔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你有學到新東西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個讚 或者是推薦給眼線很卡關的朋友們喔 化妝小獎台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